焦点人物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猛攻蓝绿创声量 让昔日的部署韩国瑜反酸柯文哲好像成年老促的老板 那今天柯文哲再度捡到枪楼 先是呛吓韩国瑜说当选之后要把观光局提高位阶成为观光部 这样要成立几百个才有用呢 更说韩国瑜很可惜也一打败仗就会受伤惨重 畅随言论让国民党北市议员看不下去了急忙护主 痛骂柯文哲频频失言真的是口无遮攔 全台湾爬爬噪浮血民众党台北就像没有市长一样 咖啡口无遮攔胡言乱语 饱满柯文哲频频朝韩国瑜开炮嘲讽高雄连市长都没了 什么都没做比较没压力自家北深议员及户主站出来反击 市政放一边选举最优先 其实我们台北市你没有请假 我们也认为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好像也没有市长 痛骂柯主席全台跑透透拼服选台北市民也找不到市长 不过柯文哲也对韩国瑜成立观光部的国阵很有意见 让现有的机构发挥功用比较重要 每次就说这个要提高位阶 奇怪你知道中华民国要几百个部会才够 韩国瑜也非神游的灯反算柯文哲就像成年老促的老板 双方互不留情面昔日长官部署彻底撕破脸吗 还是有的啦我也没有我对他也常常是觉得 我也是觉得他很可惜 一下自杀说一下吞药说一下闲人家没有市长 请问一下柯文哲你做得很好吗 他必须使出的杀手剑以及这么low的一个方式 能够博取版面只有什么 只有口无遮拦 再拿柯P誓言争议来揶揄 但他依旧握心握素 没有啦我只是讲话太实在了 他只要稳扎稳打人了以后还是最有 国民党里面最有能量的人嘛 这一次消耗这样 我觉得以后国民党改革会更困难 庚哲旭打篮局拉高分贝 使泰老师还是另有盘算 各自解读